牛马俱乐部 戒烟,你们看到官网上更新的内容了吗? 三大势力的背景故事全都编出来了 方长,早看到了,群里都讨论一轮了 似谁八懂爱,阿光表示 我就见了个文件家,你这么激动会显得很呆 西红柿炒蛋,话说还没内测就三大全图势力了 地区势力巨石城的地图都没开 合理怀疑公厕以后出来七大天王 似谁八懂爱,阿光表示 这不是大雪封城吗?希望你不要不识台剧 逼急了,我把新建文件家给删了 斜眼 夜时,然后七大天王,其实有八个人 滑稽 WC真有蚊子,小了,格局小了 坐等8.0版本管理者大人把避难所给烧了 这不得用两的资料片洗回来 狂风,禁止玩老梗 老白,话说这次突然在避难所里添加了个学院派系的NPC 是打算开放植入一体功能了吗? 方长,不好说,我刚才上线看了一下 新增的NPC并没有售卖植入一体的功能 不管你和他说什么,都只能触发问你要不要做手术的对话 夜时,加一,我刚才也去试了一下 如果把他捣烦了,会问你要不要去看一下脑子 果然还是小鱼最可爱 滑稽 WC真有蚊子 为什么是小鱼? 你难道不觉得老板娘结结巴巴的骂人也很萌吗? 狂风 没想到小小的一个游戏群能同时聚集两个品种的变态 方长 总之,虽然更新了能做外科手术的NPC 但狂风还是得注意一下 重新安装植入一体的手术费是50银币 而且,这还是没损坏的情况下 机械一体的维修需要另外收费 夜时 你们说,光哥会不会安排一次剧情杀 测试一下植入一体重新安装功能是否存在bug 滑稽 老白 咦 你这个角度倒是够新奇的 说来也是 要不为啥突然让狂风白瞟了一条胳膊 狂风 卧槽 你们别这样 惊恐 方长 嗨嗨 好了好了 你们别把风哥吓得不敢出门了 戒烟 哈哈哈哈 避难所B二层 阴芳坐在食堂吃饭 今天的食物是玉米肉丝炒饭 味道非常可口 大概是他这半年来吃到最可口的食物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他的周围围了一圈人 这些人就像在看生态园里的猴子一样 好奇地打量着他 仿佛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一样 想到管理者交代自己的不用理他们 过两天就好了 阴芳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只当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著 第一次听说学院这个地方 快速吃完饭 他将餐盘送到了收餐车上 那里有自动清洗器 会处理掉食物残渣和油污 并用紫外线进行消菌杀毒 阴芳寻思着没事做 于是就拐了个弯 去了公共区的淋浴间 这里的淋浴间有性别分区 并且付费使用 除光给他每天的生活费是十银币 这笔钱足够他在避难所里正常生活 然而令他忍无可忍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这些跟踪狂们不但想看他吃饭 居然还想看他洗澡 看个鬼啊 你们自己没有吗 够了 再让我看到你们跟着 我会记住每一张脸 并且保证下次动刀的时候 将这张脸接在屁股上 我发誓我能做到 这是楚光教给他的句子 说是防身用的 如果有人持续跟踪骚扰他 只要将这句话说出口 他们立刻就会散开 不过尽量不要用得太频繁 一天最好只用一次 否则用多了就不管用了 阴芳估计 这句话大概是什么难听的诅咒吧 只是这阴节真是有够长的 要不是他记忆力好 真不一定能记住 然而令阴芳不知道的是 那些玩家们走了之后 就去论坛上编排他了 这个新NPC有点牛批 他能把脑袋接在屁股上 我靠 多大愁 根据我的统计 跟踪31分71秒之后 会触发该对话 话说脑袋长屁股上 是种怎样的体验 M 要试试吗 避难所第一层 现在玩家规模已经到达了500人 大厅里总是进进出出的 楚光为了防止玩家们 偷偷玩自己的电脑 于是将东西全都搬到了 隔壁的空房间里 让木工定做了一套 风格简约的石木制家具之后 他将这里改造成了 自己的管理者办公室 毕竟NPC也是需要一点点隐私的 总是让玩家们看着 楚光觉得怪不自在 我真是受够了 你的那些居民们 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吗 我不管干点什么 他们都在后面跟着 然后看着我指着点点 一点礼貌都没有 走进了管理者办公室 音方一脸崩溃地 向楚光抱怨说道 别激动 这是他们表示热情的方式 过两天就好了 要来一杯牛奶吗 楚光食指 轻轻碰了碰桌角的电暖壶 里面装着烧热的牛奶 谢谢 请给我来一杯 话说你这里有胶囊咖啡吗 或者冻干咖啡也行 我不是很挑 没有 楚光拿起一次性纸杯 给他倒上了一杯牛奶 递到了他的手上 这儿的条件有些艰苦 我们正在创业初期 理解一下 从楚光的手中 接过了一杯热牛奶 音方将杯子握在手里 喝了一口之后 感觉稍微舒服了一些 其实 这儿的生活还是挺好的 至少比他在逃亡路上 度过的那些日子好太多了 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 他发现 搬进来 其实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坏 这里几乎全是优点 就是能说上话的人太少了 说起来挺难以置信的 你们的避难所编号是三位数 不至于经费这么短缺吧 这和编号有什么关系吗 楚光随口问道 音方点点头说 当然会有一点 一般来说 各位数编号的避难所 经费通常会比两位数编号的 避难所更高 两位数的避难所比三位数更高 至于四位数和五位数的避难所 以及没有拿到编号的私人避难所 通常经费都很可怜 有的甚至没做到全循环 只做到了半循环 身为一名地级勘探员 他太懂这个了 那些价值连城的好东西 通常都是在三位数和二位数编号里的避难所里发掘出来的 而那些四位数或者五位数的避难所 往常能搜刮到点剩余的资源就已经很不错了 绝大多数物资 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生活在那里的幸存者们消耗完了 盯着电脑屏幕的楚光抬了下头 听你这么说 我开始好奇繁荣纪元末期都发生了些什么了 编号都排到五位数了 还不算那些没拿到编号的 这人连最后几年到底是建了多少座避难所 楚光心中感慨之余 熟练地操作着鼠标 往邻居干老头的家里 丢了几颗憋了好几个回合造好的核弹 最近没什么好游戏玩 他只能把野蛮6又给下下来研究了 当然 主要是为了取材 听到楚光这句话 阴芳的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调查的事情 战争似乎突然一下就发生了 没有任何预兆 楚光 就没有从那个时代活下来的人吗 阴芳 有 而且不少 在学院 甚至有从那个时代冷冻休眠到现在的老兵棍 但他们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不断地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们推测 应该是部分信息遭到了管控 或者人连自己也没想到战争会真的爆发 否则避难所的数量恐怕会更高 楚光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这听起来很矛盾 就算信息管控 就没人对这近万个避难所感到疑惑吗 阴芳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你得结合时代背景去理解 进入繁荣纪元之后 这颗星球已经很久没有爆发过战争了 我们所设想的危机包括太阳黑子活动超预期 月球开发对潮汐效应的影响 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导致的生态危机 甚至是与地外文明的第三类接触 但唯独没想过 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会把很久不再干的蠢事又重新做了一遍 顿了顿 他继续说道 再加上人脑每天能处理的信息是有极限的 当你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里 比这更值得关注的事情有数百万甚至上亿个 这种感觉就好像 身处于座检房 没错 就是这种感觉 看来你还挺懂 阴芳意外地看了楚光一眼 说起来我一直想问 你们避难所是属于哪一类 冷冻休眠 还是社区型 楚光眼神有些飘忽 模棱两可地回答 我觉得大概都不是 你还是别太深究这个问题比较好 见楚光不打算和自己讨论这个问题 阴芳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行吧 那你继续忙 我回房间休息了 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取材上 楚光随口敷衍了一句 去吧 替我把门带上 拉长了音调 阴芳学着这里其他人的语气说道 遵命 尊敬的管理者大人 一日清晨 长久农庄 老卢凯一大清早便来到流民营地 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酒离 看着他说道 我们需要三十名能干活的青壮年劳动力 我们会付给他们每天二银币的薪水 以及一天三顿火食 虽然流民营地也有火食 但那种西州 也就让人饿不死的程度 不会让他们吃得很好 昨天农庄的人 从他们这儿聘了个屠夫 据说 不但住进了有宫暖的屋子 而且还顿顿给肉吃 这种神仙日子 哪怕没有薪水 他们都愿意做 何况还给两个银币 九黎没有多想 立刻点头答应了下来 不过 出于对那些信赖自己的人们负责 他还是多问了一句 没问题 请问具体是什么活儿 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老卢卡说 没什么要求 有力气 干得了重活儿就行 我们的大人 打算在南边盖一座水泥厂 生产盖房子和修路用的水泥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一些人手 清理从长久农庄 到湿地公园沿途的障碍 并将能回收的东西 运到指定的位置处理 具体的工作 我会给他们安排 这个不需要你操心 听到不是什么危险的工作 九黎松了口气说道 给我十分钟 我会把您要的人找来 老卢卡点了点头说 嗯 等人齐了 你把他们带去东门口 集合就行 我会在那里等你 接到任务之后 九黎没有拖沓 很快找来了自己的弟弟九巡 让他从营地里 选出了三十个能干重活的青壮年 带着人去了东门口集合 当九巡带着人抵达东门口的时候 已经有二十来个人集结在那里了 看到那些人 包括九巡在内的不少流民 脸上都露出了一丝愤怒与惊惧的表情 是军团的人 真的假的 绝对错不了 你看他们的鼻子 军团的那些人 鼻梁中间有个凸起 这些人至少是石夫长 这些家伙 至于那些军团的战俘们 对于流民们敌视 以及惧怕的态度 则是感到莫名其妙 脸上不约而同的 都是一头雾水的表情 他们可以确信 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人 咋感觉像杀父之仇一样 注意到了流民群体的骚动 扳手走到了众人的面前 提高了音量说道 在我们的地盘上 只要劳动就能得到尊重 不管他的身份是自由人 还是战俘 无论你们之前有什么仇恨 在我们这里 就得遵守我们的规矩 违反我们的法律 不管他是谁 我们都绝不姑息 流民们坚声不语 他们已经看出来 这二十来个军团石夫长 都是那位管理者大人的俘虏 能够俘虏二十多名军团石夫长 少说也得歼灭至少两支百人队 甚至是一支千人队 而且这种歼灭 还得是压倒性的胜利 彻底瓦解了对方的战斗意志 让对方丢掉武器 放弃抵抗 如果是势均力敌的战斗 军团的人可没那么容易屈服 这里幸存者势力 恐怕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站在劳工队伍前面的九旬 此刻心中只庆幸着 幸好那天晚上双方没有爆发冲突 连军团都输给了这些人 他甚至连想象都想象不到 自己这边有一丁点胜算 或者说可能赢的理由 下一张十一点之前搞定 这边那本期再见